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 或者在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還有一張床墊 一張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就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來到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我是今集的主持Patrick 當然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Patrick你好 大家好 首先說回 袁醫生有四科的資歷 包括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表列中醫 以及水神經科 袁醫生也是第一位 將自然療法引入香港的醫生 袁醫生 我想說一說 其實上一集我們提過 有關很大部分有咳嗽的問題 尤其是轉了 開始是冬天 很多人咳嗽 大家也有很多經歷 其實大部分人長期咳嗽 或者醫療都好像醫不好 其實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很多人在外面 醫藥西醫藥草藥 也可能有吃過 或者香薰療法 買很多健康產品 但醫來醫去都好像醫不到 醫治了 其實還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我們都從上一集 跟大家分享過 市面上很多工具 因為始終咳嗽 我可以說人類百分之一百都會經歷過咳嗽 上呼呼吸系統有出現什麼問題 有刺激或者感染 或者空氣的因素 溫度的相差 刺激 它都會有一種反應 所以咳嗽是一種保護的機制 當然如果你是長期咳嗽 是很困擾的 有些人咳嗽到睡不到覺 有些人咳嗽說不到話 有些人咳嗽吃東西就咳嗽 喝水就咳嗽 有些人一連串 很尷尬 如果你的朋友經常見到你 人家會懷疑你是否廢爐 都會避開你 人家會害怕 所以雖然一個常見的問題 也困擾大部份的人 香港的天氣每次入冬 通常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每年都會咳嗽幾個月 但有些人都不只是咳嗽幾個月 是連續不定長期咳嗽 但為什麼冬天會特別多人咳嗽呢 很明顯 冬天氣候會比較乾燥一點 塵埃比較容易飛揚 可能到入冬、入秋的時候 可能有些花粉、樹那些 這些天然的波蘭 會比較多些 所以有些人叫花粉熱 在外國很流行的花粉熱 所以一般來說 都是天氣變動 很多人的呼吸就要適應了 所以說要適應一輪 例如肝就要製造多些痰 痰痰痰痰多的時候 身體要清痰痰痰痰痰痰 整個過程都是身體的保護機制 所以我們經常強調 治療的疾病千萬不要強行 用任何方法禁止它 尤其是咳嗽 你不可以強行用工具去禁止它 你一定要治好本來咳嗽的原因 例如我上次也提及 有些人咳嗽可能因為食物的敏感 尤其是小孩咳嗽、流鼻涕,表面以为是伤风 我经常说伤风是自己会好,一个星期左右一般都会好 如果你发现小孩伤风、流鼻涕、打一次、咳嗽 应该的问题不是一般的伤风,应该是敏感 什么导致敏感呢?如果是一年四季都有,应该不是跟季节有关 应该是跟食物一个很大的因素,跟大家分享过 食物里面是牛乳类的食物,即是牛奶、芝士、雪糕、乳酪等 乳类的食物是很容易导致上呼加系统敏感的 但有些人说牛油是怎样的? 牛油是一种油性,不是一种蛋白质 很多敏感的物质通常是蛋白质的机会大很多 所以牛油通常都不会导致你的呼吸系统敏感 当然如果有些人对油太肥的东西不能吃 如果吃大量的油,牛油可能都有问题 这个很少见的 所以我亦都跟大家在不同的角度 例如草药、营养素、营养产品、食物如何调节 即是饮食方面都跟大家分享过 最后我们就开始去探讨了 有一种医疗工具有二百三十年历史的医疗工具 是属于全世界第二大医疗的就是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简单来说 就是用一种同类相似的原则去配药去治病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如果一种物质能够制造另一个健康人制造病症 或者出现病状 用一个同样的物质是可以这个病人有相似症状的 最简单,如果你是不小心被黄蜂针了 针到面部,面部已经腫了,眼部已经腫了,浮了 腫的感觉就是用冰冰呼呼舒服 如果你遇到黄蜂针了,医黄蜂就用什么呢? 就是用回黄蜂去医 这种叫做同类相似 其实很多药物都是由这种方法做实验也好 过去的观察,或者毒药的中毒症状的观察 或者是临床的经验,和药物的实验 药物实验就是说,我们给一些健康的人吃 或者把一些物质稀释成为同类疗剂 给一些健康的人吃 有些健康人比较敏感,会开始出现一些症状 我就记录了这些症状 作为将来的临床的参考 遇到病人有相似的症状 我就会考虑用同一种物质来医病 这叫同类相似 这些疗剂应该是很安全的,因为没有对抗性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稀释 稀释到完全没有任何成分 很明显它肯定是不会有物质上的副作用 它是一种能量的,一个信息,一个频率 大家都听过,有时有些人会唱歌 令到玻璃震爆了,西雅图曾经有一栋吊桥 在大风摇摆之下,整个桥都散了 这是物理上的现象叫共振 和尿剂应该是用一种物理的能量的共振 一种频率的共振来医病 每一种生物都有一种正常的频率 就算是一种物质,任何物质都有一种正常的频率 一个人在患病时,也有患病的频率 身体在抵御病,出现很多症状 都有固定的频率 同样的疗法,可以理解的是 我将药的频率和身体病态的频率产生共振 将本来的条理机制的症状加强了它 你便可以彻底将病魔去驱除 因为我们认为在自然疗法很强调 其实一切的病症 主要都是我们身体企图自己的条理 所以我医疗的手法 绝对不应该是用一种压制打压的手法 所以即使医咳也好 我们都不会用一些方法 硬硬麻木了神经 令到你的神经没有太多反应 不懂得咳咳 或者将你的咳咳的神经麻木了 这些方法可以说是指标不自本 本身有一定的副作用 一般咳咳的副作用 要知道吃到温温的 其实在外国 如果你吃了这类的咳咳咳 其实你不适合于驾车的 因为你的神智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尤其是采用同类疗法 所谓全世界第二大医疗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多好处 不单止它的医疗效果是惊人 绝对是惊人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体验同类疗法 治病的经历 每个人都很惊人 我最近也有一位病人 咳咳了几个月 咳得很辛苦 有标尿 有很严重的咳 结果我用过同类疗剂 用了其中一只疗剂 在三天里面 是差不多八百九九 他都很惊讶 为什么可以医到呢 如果我解释给你听 同类疗法里面是没有成分的 他更加不可相信 不可思议 始终自己的经验 不可以抵賴 你真的觉得好的时候 你真的好 同类疗法 可以说我是我的拿手 其实我专闻同类疗法 我1982年开始 已经开始研究同类疗法 其实一直都没停过 我每天都拿着同类疗法的书 不断来到瘟 不断去读 同类疗法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医疗 但是也有些地方 如果你采用得适当 是很好的 譬如被医治咳 在我们的医疗字典 其中一本 比较远代的医疗字典里面 记录了一百个一百种 一百二十多种 是疗剂过去成功医治咳 这种问题 有这么多种 你想想一般人怎么掌握得到呢 如果一百多种 有些人一听到这个数字 就觉得很失望 很绝望 一百多种 我何时才用得对 当然医生用药 就不是一百多种 一百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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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这样 有独特的 每一种药都有独特的症状 只能够掌握到病人的症状 以及配合到一个 一个独特的 具乎这种独特症状的疗剂 效果就会即时生效 通常我们用这个疗剂都是要求 基本上如果那些人用的疗剂 如果症状是很强烈 也没有被任何其他药物干扰之下 我们基本要求在半天里面 应该有很明显的改善 很多人一剂两剂三剂 三个小时 就算一个小时吃一剂 连续吃三剂 再观察的时候 很多时候 如果疗剂是对的 当然很多疗剂都对的 不是说一只疗剂是对的 有很多不同的疗剂 都有它的功效 当然越对就越功效越明显 不要那么对 效果就没有那么百分之一百 有时候没有所谓的 因为能够在两三天里面 有很多七七八百 其实人们都很开心 都已经成功了 都是属于非常成功的疗剂 但是不是大部份都是英文来的 那些疗剂的名字 疗剂的疗剂 为什么在亚洲或者香港 是这么少人认知 主要原因是 我们的疗剂是一种西方文化 就是它的资料库的组织 其实最重要是它的医疗字典 它都是用英文的 起码英文有字母的排序 比较容易组合 如果你说用中文去将这个资料翻译 其实都有它的文字上的困难 所以这个其中的因素 因为我都常常在想一下 如何将这些资料 用中文写出来 就是翻译它 但我始终一直都遇到这个问题 但当然在同学疗法 没有什么的 所有医疗都有 我们有叫做本草纲目 其实终于都是的 如果你将本草纲目 熟读它本草纲目 每一种药的特性 医疗范围 特征 其实如果你很熟 其实你都不需要用 那个字典 那个症状的词典 我叫做repertory 那个症状的词典 去帮你去稳弱 所以就不是我们想像中 那么难 因为始终很多 虽然这个医疗 在某个程度上 就是易学难征 但在某些症状方面 就是很容易找到 明显的症状 可以找到很好的疗剂 在家庭那里 是更加可以的 很多家庭 学了同学疗法 买了几本英文书 简单的参考书籍 自己家庭就秘据 就是一些疗剂 我想你去到五十只 一百只的疗剂 你知道疗剂是没有过期的 同学疗法的疗剂是一种能量 处在一些糖 或者在一个酒精 其实它是不会有所谓限期的 过去在同学疗法的药店里面 有些疗剂 有些疗剂是一半年历史的 它都照用 一半年前制造出来 到一半年的今天 其实一样可以用 所以同学疗法有这个好处 至于万一将来 地球有什么灾难性出现 其实很多药肯定都会没有 买不到的了 就算西成药也好 中药也好 草也好 都会非常之有局限 但是同学疗法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在家具备了一套 同学疗法的疗剂 将来这个疗剂 可以这样说 是永远不会有过期的时间 储存方面 有些要求呢 储存方面 其实非常之简单 我自己过去 有时我用了一个子弹盒 Magnum的子弹盒 我们同学疗剂的小瓶 如果是小瓶 加瓶也好 玻璃瓶也好 很小 我就可以一个盒里面 可以装一百只疗剂 随身携带 所以在储存方面 携带方面 应用方面 在这么多种医疗下 大家都解释过 我是不断地专业不同的医疗方法 我自己都有四科的专业背景 我也觉得同类疗法 可以这样说 在很多方面 都是其他的医疗 是望尘莫及的 所以 我们过去一直 花了很多时间 在我们这个电台里面 跟大家分享 这个同类疗法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始终 在华人社会 在华语社会 认识同类疗法的人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少 是很少的 但我觉得很可惜 一种这么好的医疗工具 这么好使用 又便宜又合乎 经济效益的工具 竟然用的人 认识的人 是差不多 这么多种医疗里面 最少的 我希望可以扭转这个局面 我虽然1987年 是将同类疗法 第一个引入来香港的 但发展到今时今日 都很惭愧 始终认识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直至到我们 开始有这个 网上的平台 我觉得我们 可以尽情发挥 希望多些人听 我们听到 已经过百万的了 整个电台 每个月都 有八百万的听众 起码在我们 这个自然疗法语言 这个节目 都是属于 在Podcast上 属于Top5 Top10 是的 那好吧 那我们上一次 就开始 开始讲 那个同类疗法 在处理那个咳 那方面 是怎样处理法呢 那我 我最初 都是先讲 几只 是比较 常用 最常用 那些 那第一个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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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一下 万一 如果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 写下 因为 大部分 都是英文 可以留意 起码是个名字 对吧 因为始终 你买 就算你去欧洲国家 美国旅行 英国 南美洲 菲律 其他任何国家 如果你是需要 买同类疗法的疗剂 你都要用个英文的 你很难用其他的文字 那当然 很多名字是拉丁文 那就是 很通用的 全世界都通用的 那上次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 Bryonia B-R-Y-O-N-I-A Bryonia 是叫Wildhop 是一种植物来的 那Bryonia 那个中文叫 欧树玉 我都不知道 总之是 一个草花头下面 一个预备的玉 那样 那 这个 也叫射根 但是你不要用这中文名 你尽量记下 我希望大家去记下 写一封英文 B-R-Y-O-N-I-A Bryonia 就算你来我们健康店 在大康前 健康中心 健康店 我一定有过千种的疗剂 在这里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要买 都尽量拿英文 给我们英文名 因为我同时 习惯上 都不是用中文去配药 那这个Bryonia Bryonia 主要的症状 就是很严重的痛 咳到痛 咳到头都痛 咳到心口都痛 咳到横挂膜又痛 咳到肚子又痛 咳到肚子又痛 当然了 咳到肚子痛 通常咳到肚子又痛 咳到肚子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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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肚子又不想移 这种的症状 通常是肝咳的痛 每任何动 咳到肚子又痛 或者吸血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疗剂有95%的机会是Brownia,应该都会中,尤其是肝咳 第二疗疗剂是Corsicum,是一种矿物质,是一种矿物盐,是一种混合物 英文叫做Corsic Potage,也叫做阿圣纳,其实是一种混合的疗剂,也叫做腐蚀药,很明显这种物质是有腐蚀作用的 你知道英文Corsic,Corsic是一种腐蚀的意思,有腐蚀作用的 这个是Corsicum,Corsicum,Corsicum,就是第二个疗剂 Corsicum的很重要特征,病人咳咳的病者,经常感觉有少少痰,不是很多 在你咳咳咳嘹酸都能略 所以病人通常会轻松 就是这样的动作的 轻声的另一种刺激性 不断咳嗽一下 有时候有些风吹了 或是沉浴时冻一冻 或在晚上的烤焗的地方会在烤焗 会会寻致会 那灰痕这种咳、躺下稠一点 有些情况可能平时起床还是没事的 但一躺下,痰就会上颈,会咳咳,咳咳到有时候,说话都说不到 通常人们下意识都会喝点水,尤其是肝咳那些 在Corsicum这种咳的阵营,喝凉水会好一点 Corsicum这种阵营在潮湿天气,落雨天气会好一点 当然,长期咳咳咳咳咳到这样,会沙咿,会失声 Corsicum也有很多时候,人们说话说得多,会失声 这种是Corsicum的阵营,咳咳咳多的时候,人们会飙尿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很容易中 有时候可以咳咳到那个痛,左肩关节的Hip Joint 在左Hip Joint,也会有点咳咳到痛 那就是你看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以自己作为一个病人,因为今次我希望大家听众 可能是自己在经历这种病 我当然觉得有些痰在 经常都不清 一会儿又在 咳一会儿又喝 咳一会儿又喝 我喝凉水会舒服 总之不要睡觉 一睡觉就说咳得更加严重 这种叫做Cocicum的咳 在我的临床里 Bryonia和Cocicum 我都是经常去采用的 第三种叫做Coccus cacti Coccus cacti Coccus ca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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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ti即是先人长的意思 Coccus cacti 是一种腐蜀在先人长的 一种常见的一种的虫 即是一种感染先人长的虫 它也叫做胭脂虫 不知为什么 它的名字叫做胭脂虫 叫Coccus 这是一种虫 这种咳 我们叫做Paraxismo 即是一种抽痛性的咳 有时候可能是摇摇摇摇摇摇 叫做Tickling Cacti 通常是早上到六点到七点钟 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或者晚上下半夜十一点半之后 也都严重一点的 通常这种咳 是一个暖的空气 即室内可能很焗的环境 或者是暖炉弄到太热的 这种环境会咳 或者是吃了一些暖的食物 或者喝了一些暖水 也会有的 也会躺下 也会咳 在冬天 或者是这种人 很可能是平时很喜欢喝酒 有喝酒过多 有到御酒这种人 即是有过分喝酒的习惯的人 即是这种类型的体质的人 那什么情况会舒服些 他们觉得冬空气会舒服些 室外新鲜的空气会舒服些 以及喝冬水 或者冬的饮品 或者冬的食物 这个阵型和上海的Cocicum 有之相似的 大家都是睡觉会差一点 这种叫做Hacking Hacking Call 这种有时咳得很厉害的时候 它可能就有很多 整条状的很稠的痰 或者是完全都是属于干咳 都有可能的 这种咳就不是好像Brownie 是属于比较干的痛的咳 它通常咳得很厉害 就有一条很黏的黏绸的液体 会走出来的 这个就是Coccus cacti 这种咳得很厉害的咳得很厉害 这种抽筒的咳得很厉害 健康产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袁医生 刚才我们说了有几种疗剂 还有吗 其实可以很多的 我们尽量希望趁在我们的网台的环境 给你有一次机会深入一点 全面一点了解和疗法处理 需要的步骤 需要做些什么 需要知道些什么 希望大家不妨留心听 记录了我们的写下 做些筆记 我们的同学疗法的应用 是的 大家就写下了 每个疗剂的特征 我会重新强调 哪个疗剂的特征在哪里 你写下这些特征 你们可以找得到 当然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削这个问题 你留心听 好了 接着我会再介绍 做一种叫做Kali Carbonicum 其实这个疗剂 我上次都有 开始都说过 Kali Carbonicum 这个就是Protessium Carbonate Protessium Carbonate 中文叫做炭酸甲 Kali Carbonicum 但记住就尽量用拉丁名 Kali Carbonicum Kali Kali Kali是拉丁名的 Cali Carbonicum C-A-R-B-O-N-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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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其他是Protessium Carbonate 英文就是Protessium Carbonate 中文就是碳酸甲 拉丁文是Caribonicum 通常是肢气管炎咳 肢气管炎咳当然有很多痰 也可能只是肝咳咳 通常咳咳是晚刻 这是一个重要症状 这是一个重点的特征 夜晚刻2点到4点 夜咳咳2点至4点 如果你能够拿到这个很明显的资料 那是非常有用的 夜晚早上也会 咳到病人醒了 尤其是午间后咳到醒了 那种感觉好像有些是吵吵吵的 尤其是夜晚一睡低没多久便会咳咳 但睡低咳是一个很普遍的症状 如果大家用睡低咳做指引 其实是不足够的 但这个指引咳咳是晚间2点到4点的时间 而且睡低没多久 有些冬风或风吹 睡低都会咳咳 当然睡低叉 通常站起来坐直 或者向前弯腰 这种情况之下 会咳咳咳 有时咳咳咳 会发生薄忍 每次咳咳咳咳咳 튀色 每次咳嗽就是这种疼的 第二种接下来就是Pulsatilla Pulsatilla是一个常用的小朋友的疗剂 寸法就是Pulsatilla 在英文是Wing Flower 中文我们叫做白头翁 Pulsatilla 这种白头翁Pulsatilla的咳嗽 通常是因为敏感或者酵喘 或者是大伤风之后比较多 尤其是大伤风之后咳嗽有很多痰 包括绿痰很黏稠的绿痰 重点特征的治疗 通常是黄昏的夜晚或晚上上床 总之近晚黄昏的时间是最差的 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 这种阵营通常是打开空气打开窗 或者在户外透身清空气或者户外漫步之下会舒服一点 当然了 他也会发现他会咳得辛苦 用枕头摘高就舒服一点 还有特点之一 通常是小孩子晚上咳嗽 因为鼻水到后淋是寂寞的 这是一个重心 记住 小孩子常用 通常是大伤风之后出现的症状 通常你会发现病人喜欢打开窗睡觉 有时他喜欢在外面走下 或者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小孩子咳嗽很辛苦 或者大伤风 就带来看医生 通常在来医生途中出出户外 他的症状就消失了 入到室内的空间又暖又热又立刻咳嗽 通常这个已经很足够了 如果你会发现 十分之一带出街就症状消失了 入到室内就游回 又好疲惫 这就是一种抛失特例型的咳嗽 接着是轮 轮型的人 我上次好像也提及 轮型的咳嗽很容易咳嗽到肺炎 一咳嗽就咳嗽到肺炎 病入肺不是自己的感觉 咳嗽到肺炎 这种咳嗽通常 总之每次咳嗽都会变肺炎 有时我遇到一些病人 他讲他的病历 讲他的小朋友 每次就常常入医院 为什么呢 一伤身风就肺炎入医院 这种类型是属于轮型的类型 尤其是长长瘦瘦 喜欢喝冰水 平时喜欢喝冰水的人 出现这种咳嗽 咳嗽就入肺炎 这就是轮型的 还有一个就是Rumax Rumax的咳嗽 就好像一样一样 常常在咳嗽 Rumax R-U-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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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PUS C-R-I-S-P-U-S Rumax CRISPUS R-U-M-E-X C-R-I-S-P-U-S 英文是YELLOWDOT 中文我们叫羊体 一种植物来的 亦都叫做土大王 名字是知道听下算了 总之你尽量记 就不要记羊体或者土大王 你尽量记Rumax CRISPUS 这个Lighting的名字 Rumax CRISPUS 重点 重点就是 常常摇摇刺激性的咳嗽 总是有些人摇喉咙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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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在喉咙病 或者在支气管那里 就整种感觉 摇摇摇摇令到你咳嗽 不能够接触冷的空气 所以这些人咳嗽痒痒痒痒痒痒 einen天 Smack 时尽量用手 뭐 或者用手巾掩住嘴巴 因为他在呼吸的时候 他发现如果空气冷的 一进了冰冷的空气 他又会咳一轮的 所以通常人们 如果是瓶领的衣服 就拉到想盖住鼻子 可能戴口罩 可能戴口罩他会觉得舒服一点 就是暖的空气舒服一点 不能够接到冰冷的空气 所以这些人有时跟他说 我咳到真的辛苦了 跟朋友讲电话都讲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电话的时候 就让空气不断进入侯领阱 他就会咳得很厉害 所以凡是遇到这些阵营的时候 也会咳得很厉害 那些人的空气转变 曾经说冰冷 其实他进一间房间 出一间房间 总之由冰冷到冰冷 转变之下 也会咳得很厉害 同时 这种情况 因为要包住身 如果一裁开身 或是暴露的身 或是拉开胸颈 拉开胸膛 一定会咳得很厉害 所以这种人通常就有这种感觉 而且咳得很厉害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 即是颈部 颈部的喉咙 颈部的喉咙 胸骨上的喉咙 就不能够吓它 即使不小心 这样吓一吓它 也会咳起来 又咳起来 即是很敏感 颈部很敏感 对冻空气很敏感 不断的东西 Spongia Toaster Tosta 即是火焦过海绵 做药时 将海绵 Spongia Toaster Tosta 再将一个烘过的海绵制造同类疗化的疗剂 当时为什么烘呢?不知道 总之当时的药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这种咳通常是很大声的 很干、很大声、很深的 甚至像犬肺声的或者犬敲性的咳 这种咳是很深层的咳 通常因为敏感、哮喘、呼吸系统感染 也可能会导致这种正形的咳 总之你听声音就像犬肺声音、犬肺声音 很大声的咳 这种咳可以考虑是使用Spongea 还有一个特征是咳,吃点东西或喝点东西就会舒服点 如果听到一个人咳,不论是敏感、烤喘、呼吸系统感染 它的声音就像犬肺声音 当然咳到气都透不高 咳到面都青了 这种正形 但是重心就像犬肺声的咳 这个可以考虑是Spongea Toaster 即是烧烤过的海绵 我刚才所说的几个是大型的 比较常见的 但其实我刚才说是整个八种 继续和你们分享 另外一种是Aconite 烏头 其实烏头的作用很多很多 我们今次在咳的情况之下 烏头是ACONITE Monkshood 烏头是一种有毒性的草药 ACONITE Aconite Napoleon 就是Aconite 通常这种咳是突发性的 通常是接触冻干的空气 香港入冬的时候突然之间咳 咳起来来得快 可能是半以高烧 尤其是晚上 尤其是 如果你发现是没有其他的症状 没有什么伤风感冒 没有什么流鼻 什么鬼都没有 突然之间来得很快的干咳 还有是有高烧 尤其当时你发现 最近天气又变得又干又凍 考虑 这是一个机常用的突发性 来得快 来得很急的咳 另外一次是Agaricus Agaricus 是有一种毒菇 这种咳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咳的时候 咳又咳 加上打痴一起来 你记住 这种咳 咳咳咳咳 咳到后来打痴 或者一路咳又打痴 如果这种很特别的 不是很多咳 有这种又打痴又咳的症状 如果你发现 如果病者咳咳到后来打痴 最后再打痴 才完结 考虑Agaricus Aga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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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有毒性的毒菇 Agaricus Mascara 不是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 不是有毒性的 巴西蘑菇 是一种食物性的菇 是一种有毒性的 Agaricus Mascara 接着是洋葱 大家知道洋葱 洋葱的咳 通常是喉咙很痛的 通常是伤风 或者是花粉热 通常你知道洋葱 你剥洋葱要如何 流鼻水 流眼水 大量流 鼻水只是很刺 这种咳 这种咳咳 喉咙很痛的 好像有些刮 每一次咳咳都很痛的 如果你看到 吃了洋葱之后 引致的流鼻水 流眼水 鼻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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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咳咳 A-L-L-I-U-M A-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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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这种咳咳 就比较老人家出现 Ambra-Grysia Ambra-Grysia A-M-B-R-A Grysia G-R-I-S-E-A Grysia Ambra 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种瓶鱼 大瓶鱼的 Sperm 一个Sperm whale 的瓶鱼里面 是一种分泌物来的 它身体是分泌出来的 有时在身体附近里面 是收集不到的 Ambra-Grysia 这种咳 通常就是 Spermotic 即是很爆炸性的 抽咳 而且会有些弱气 如果咳咳 又咳咳 又咳咳 而且很多时候 在老人家身上出现 或者有些人很紧张 很害臭 很紧张 一见到陌生人 就会咳咳 如果你遇到这个症状 我想一定要考虑这个尿剂 很害臭的老人家 可能她因为怕丑 看到人会怕丑 所以她怕丑的反应就會尽 或者听到音乐或者说话或者阅读情况之下就会咳咳 有点心理作用 这个疗剂我过去经验就没用过 因为这种阵型不是那么多时候容易看得到 另外就是antimonium crudum 其实是一种流化梯 梯就是antimonium antimonium收块 是一种流化梯 拉精文是antimonium crudum crudum 就是crude antimony 其实是一种流化化合物 这种antimonium crudum的阵型 其实就没什么很强性的特质 但通常是跟渗蚊子出了水斗之后 如果你发现渗蚊子出了水斗 好 开始咳咳 或者你看到蚊子通常是蚊胎很白的 蚊胎很白的 这种咳的声音通常又大于沙声 或者大到失声 通常咳咳声音很大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细 最初咳咳得很大声 越咳越咳越小声 越咳越小声 这种咳似乎跟腸胃也有关系 遇到蚊子水斗之后咳咳 接着声音很生 或者最初声音很大 最后就越咳越小声 或者声音越失声 看一条蚊子很白的 这种就是antimonium crudum 另外一种antimonium tartaricum 串泡就是antimonium tartaricum 一种梯的发合物 中文我们叫做酒石酸梯的梯 就是一种混合物 antimonium tartaricum antimonium tartaricum的重心 主要的症状 是很吵的 谈声很重的 一种濕的咳 英文叫做noisy rattling loose cough 好像胸口全部被痰液满了 好像个人在痰海里面浸在这里 是呼吸式的 如果你听到这些痰咳 记住立刻考虑 通常是小孩 嬰儿那些 通常咳咳起来 你会怕的 你会觉得他怎样吐气 谈那么多 或者老人家 老人家有时心肺较弱 他痰咳得很厉害 咳得很久 他都没有力量咳咳出来 所以给你的感觉 他好像整个肺都塞到痰 好了 其他一些简单的症状 不是重要的症状 譬如晚上差 尤其是十点钟到午间之后 烤路、吃饭、打哭路、躺平都会差 当然坐起床会舒服些 咳咳了之后会舒服些 这种病是很有趣的 有时他很怕被人检查 看医生也好 你去看看他都不喜欢 如果你看到新闻仔 你不可以触碰他 你不可以逗他 你不可以看他 你不可以看他 你看到他的发敏症 看他的痰声这么重 基本上 百分之八十几会 这种疗剂都会中 好了 接着来是阿尼卡 阿尼卡 我可以说同路疗法的第一个疗剂 以前我的车牌名是阿尼卡 我知道香港这个车牌已经被人拿走了 是三金车 Lepusbane 即是说连那些炮都会毒死 很明显的一种毒草 阿尼卡通常在一个高山的斜坡下面 方便动物失足滚落斜坡之下 滚到伤了 雨晒就可以吃的 是阿尼卡这个疗剂 是A-R-N-I-C-A 阿尼卡这个阵型通常在感冒之后 周身冤痛 即是这种感冒 如果遇到这种感冒 周身冤痛好像跌到雨晒 这种感冒形状 这种是阿尼卡的阵型 当然阿尼卡不是一个常用感冒的疗剂 但你遇到一个阵型 那种感冒的时候 好像跌到周身 撞到雨晒 这种情况就是 好了 还有一个阵型 这种咳是很痛的 痛到病人是掩住胸口 握住胸口 握住胸口 每一开始都握住 而新闻仔咳 每次咳都会痛到他哭 新闻仔咳一咳 咳就哭 咳就哭 然后是阿尼卡 有时候有感冒的时候 有可能有发烧 以及开始退消阶段 好了 遇到一个人感冒 感冒 他的症状是周身冤痛 好像跌到雨晒那种痛 是 咳就痛 咳到身闻仔很害怕咳 因为咳到咳到就哭 好 接着是阿尼卡 阿尼卡也是常用的疗剂 在其他方面是很好用的,尤其是在癌症,是披霜来的 中文是披霜,是叫鑫,石字边一个鑫 其实是Arsenic Oxide, White Oxide of Arsenic 串泡很简单,Arsenicum,A-R-S-E-N-I-C-U-M Arsenicum album,A-L-B-U-M 这个是披霜,但当然不用怕和它疗法的披霜 其实稀释到半粒成分都没有了 就会发现不到任何物质的成分 Arsenicum album,A-L-B-U-M 这种疗疗剂的重心,先写下 晚上一刻12点到2点凌晨,这个会最差 写下暖水和暖的环境会舒服 这是一个重心 如果你的病人一看,通常12点最差 他会喝点暖水 这种披霜可能敏感,可能感染,可能呼吸系统受到刺激 除了是晚间12点到1点差,可能冬空气,冬衫,冬饮品,躺下 可能有些陈癌,或者有些污染的环境 可能会感染上楼梯,可能会感染得更辛苦 暖水和暖的食物,坐直起床也好 病人通常很怕冷,很紧张,很不安,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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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趾 这种正型的人通常比较害,很紧张,很恐慌,焦虑,很怕冷,很不安 同时,终于喝点水,不能大满喝,五间12点到2点是比较严重 接着是Badiaga,B-A-D-I-A-G-A,Badiaga 这个疗剂是很有趣的,Badiaga Badiaga是一种淡水的海绵,Fresh water sponge 我刚才说过Spongea Roaster,是一种海洋的海盐 Badiaga是一种淡水的海盐 你看到疗法的疗剂,是在自然界多方面出现的 好了,这个阵型只要是一样,就是这种咳咳咳到爆炸性 Parasismo,爆炸出来的,当时也是喉咙痕痕,冻空气差,或者冻了 或者吃了甜东西,暖的东西会舒服 但是Badiaga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如果你看到这个症状,考虑这个疗剂 因为咳咳的时候,和黯痰状,定是飞出口泥 在整个口里一瞧,发出一下 它就会容易被蚊疑 咳光蛇就在前面夹着它 咳光蛇的黏痰就像蚊般飞出来 或者是由鼻子飞出来 这种咳光很大声的咳光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记住BADDA 我们其实这节都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有急切的问题可以问袁医生 或者预约袁医生是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可以写下2577-3798 了解的 好了 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很快的圣诞了 在这里跟大家听众朋友讲圣诞快乐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好了 差不多了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